5月份的房市转良了 最新统计北台湾的推案量大减 恐怕创下20年新低 而就连过去一向热络的主北也降温 今年第一季的房屋交易量就年减5成 华夏甚至叠价了25% 其实专家就有提到说疫情 再加上这个打炒房政策 让买卖双方都抱持着观望态度 天气阴雨绵绵 房市似乎跟着天气变得微凉 5月房市推案量近比SARS时期还要惨 北台湾房市推案量截至5月25号 为止大概只有320亿元 比去年三级警戒还要少了七成 创下了2002年近20年来的新低记录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北台湾5月推案量表现最低的是基隆 二三名分别是宜兰还有新竹 有9亿跟10亿元 市场还是有比较低迷是有的 因为我有房仲的朋友 是就是卖一方当然现在会比之前 比较困难一点点 可是还是有人在买 因为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我觉得一样又是避免人群的接触 就连一项很受主客人青睐的 竹北方市也消风 摊开第一季乘务交易量年减超过5成 预售物交易量则是下滑3成 均价的跌幅更吓人 来到43.6万元 华夏则降到21.4万元 跌幅有25% 不管是真的确诊的或者是居家隔离 甚至有一些这个活动避免的这个状况都会变少 再加上我们看到可能未来还有所谓的打草房现象 所以让很多买方观望 那尤其是现在是升息循环 对于中长期房价或者是房市的这个走势 大家相对来讲也会产生比较多的疑虑 去年房市正热房屋交易件数将近2万件 课税金额近50亿元 用45%税率回推的话 等于投资客获利高达109亿元 但今年恐怕盛况不再 当然自助客的话以目前的这个状况来讲 不管是未来的市场发展 或者是政策的限制 基本上对于自助客的影响非常小 那如果有兴趣或者是有非常强烈意愿要进场的 我们仍然是积极的建议 自助客可以在这个时候 有比较多的物件可以挑选 方式行转营 除了政府打草房疫情双重因素 再加上缺工缺料问题 这波天灾人祸还没看到镜头 市场偏向 观望心态 东森台新闻 长好林浩宇 台北报董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 盘后交战